荒漠里出现了一个漫无目的的男人 他和周边世界格格不入 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将去往何方 只见男人举起手里的出水桶 喝光了里面的最后一滴水 极可难耐的他环顾四周 终于发现了一个水龙头 可水龙头里却没有水 这时男人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破旧的加油站 他走进加油站 迫不及待地掏出冰柜里的冰块 塞到嘴里解渴 最终男人还是因为体力不支昏倒在地 店主发现了他 并好心地将他送进附近的诊所 可是不管医生向男人询问什么 男人始终一言不发 医生很无奈 最终通过男人口袋的名片 联系到了男人远在洛杉矶的弟弟 男人的弟弟名叫沃特 他接到电话既惊喜又意外 因为他已经整整四年 没有收到过关于哥哥查韦斯的消息了 挂了电话 沃特激动地驱车赶往德州 准备迎接查韦斯回家 可见到查韦斯后 沃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沃特急切地想要知道 查韦斯这些年究竟去了哪里 经历了什么 可查韦斯依旧不发一言 他总是呆呆地望着远方 似乎想去什么地方 甚至直接甩开沃特 独自一人离开 尽管查韦斯行为怪异 沃特还是贴心地为哥哥买了新衣服 自顾自地和哥哥交谈 耐心地等待哥哥开口 直到沃特提到查韦斯八岁的儿子时 查韦斯脸上突然有了一丝动容 眼里还泛起了泪花 第二天查韦斯终于开口了 他想去照片上 这个叫做德州巴黎的地方 因为他在那里买了一块地 至于为什么在那里买地 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几天后 沃特终于带着查韦斯回到了自己家 沃特的妻子热情地问候和款待了 这位许久不见的家人 查韦斯却显得局促不安 和这个家格格不入 这时 楼梯上出现一个金发小男孩 他正是查韦斯的亲生儿子 亨特 几年前 查韦斯不辞而别 离开了妻子和儿子 在亨特四岁时 母亲也不声不响地离开 把儿子放在了沃特家门口 于是 沃特一家主动担负起了照顾的侄子 面对这个突然闯入自己生活 还自称是爸爸的陌生人 亨特只是声色地打了声招呼 在弟弟家居住的日子里 查韦斯不知该为关心自己的家人们做点什么 只好每天都为大家擦拭一遍鞋子 一双双晾摔在阳台上 尽管父子俩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 但他们之间始终有着隔阂 沃特一直劝说亨特去和查韦斯聊聊天 亨特却不情愿 为了和儿子多熟悉 查韦斯主动提出去接儿子放学 但当亨特看到校门外向他招手的查韦斯后 却假装没看到禁止坐上同学家的车离开了 在亨特心里 从小精心照料他的叔叔和婶婶 才是最亲的人 尽管亲生儿子不接受自己 查韦斯仍旧没有气馁 他每天坚持精心打扮 在学校门口等待亨特 渐渐地 亨特习惯了查韦斯的存在 当同学问亨特 天天来接他的人是谁 亨特坦然地向同学解释 那是他的另一个爸爸 在与儿子朝夕相处的时光里 查韦斯也渐渐想起 他在德州巴黎买地的缘由 原来他只是希望能和所爱的人 在那里有个小家 幸福快乐地生活 一天 亨特邀请全家观看了一部家庭录像 那时查韦斯还没离开七二前 亨特去拜访时录制的 录像里年轻漂亮的女子 正是查韦斯的前妻亨特的母亲珍妮 看得出 如交四期的查韦斯和珍妮当时很相爱 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 不见令查韦斯有些失神 这时 蒂媳说起了珍妮的近况 在亨特被送来后的几年间 珍妮常常打电话询问孩子的近况 但渐渐地就不再打电话了 不过 他每个月都会定时给孩子寄来一些钱 听了蒂媳的话 查韦斯脸上显现出复杂的表情 他问蒂媳 珍妮有没有问起过自己 蒂媳诚实地说 最初问起过 后来就再没有问过 查韦斯的心中无畏掺杂 他突然萌生了 带着儿子去寻找珍妮的想法 他认为是自己犯下的错 剥夺了孩子和母亲失去的时光 沃特早已将亨特视如己出 自然不会同意查韦斯 带亨特去找亲生母亲 于是 查韦斯便偷偷带走到亨利 来了个先斩后走 对这套寻情之旅 亨特倒是倍感兴奋 还让爸爸买了对讲机 在车上 父子俩有说有笑 关系也不觉又更进了一步 通过珍妮留下的汇款线索 父子俩来到德州 蹲守在银行门口 希望能遇到珍妮 功夫不费有心人 当亨特从睡梦中惊醒时 果真看到了驾车而过的妈妈 为了确认无误 还特意比对了照片 并立即通知爸爸 随后 两人急忙驱车追赶 来到了他上班的地点 为了不让儿子失望 查韦斯让儿子在车内等候 自己先进去一探究竟 见门后 查韦斯才发现 这是一个提供特殊服务的场所 顾客可以拿起电话 隔着玻璃 向这里工作的女子倾诉 为了保护顾客隐私 玻璃是单相警 女子是看不到顾客面容的 四处找了半天 查韦斯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一眼就认出了 眼前的女人正是他的前妻珍妮 查韦斯走进了包间 点名要珍妮 来提供电话聊天服务 当看到前妻珍妮走到眼前 查韦斯又激动又难过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只在电话的一头 不停地哽咽流泪 时隔多年 他没想到 还能再次见到 曾深爱的那个人 可纵使再见面 查韦斯也明白 两人回不到过去了 珍妮并没有认出查韦斯的声音 而是像往常一样 耐心地尝试与顾客聊天 过了很久 贫富情绪的查韦斯 终于问起了珍妮的工作内容 当得知 只是单纯地聊天 不会与顾客线下接触后 查韦斯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在他的内心深处 从未放下过珍妮 回到旅馆 查韦斯见到儿子后 试探性地问 想不想见母亲 儿子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但想起曾经的过往 查韦斯自觉没有勇气面对珍妮 于是 再次来到珍妮工作的地方 通过电话聊天的方式 以他人的口吻 讲述了查韦斯和珍妮的过往 曾经 珍妮和查韦斯 也是一对献上旁人的神仙眷侣 尽管年龄差距很大 但两人却被彼此深深吸引 而查韦斯 因为太爱珍妮 总想着待在她的身边 每工作一段时间 就辞职回家陪珍妮 直到继续用完 再找新的工作 但她对珍妮 强烈的爱和占有欲 却不幸为两人的关系 埋下了祸根 因为珍妮年轻漂亮 查韦斯渐渐开始疑神疑鬼 怀疑珍妮外出和男人鬼混 心里稍有不满 就对珍妮大吼大叫 她甚至故意在外醉酒不归 以珍妮是否会担心和嫉妒 来检验珍妮对她的真心 长此以往 珍妮伤透了心 甚至觉得 不该生下这个孩子 随着问题的愈发凸显 查韦斯也开始想要逃离这段婚姻 最终 查韦斯丢下妻儿 直身前往异乡墨西哥 而珍妮也自觉 注定不会是个好母亲 就将孩子留在的沃德加不辞而别 听着男人讲述的故事 珍妮渐渐意识到 玻璃对面正是查韦斯 她忍不住流下的泪水 倾诉了这些年对她的思念 影片的最后 珍妮见到了多年未曾蒙面的儿子 紧紧地和儿子抱在了一起 而查韦斯则独自驾车离去了 或许 他踏上了寻找心中 那个德州巴黎的路途 任何一段逝去的生活 都不可能只有幸福或残酷 但不管过去有多少遗憾 我们都没有机会再回头去改变 面对问题 逃避的确是最容易的解决方式 待到你选择这种方式时 请你习惯性地想一想后果 因为那必定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 最终无从解决 这个世界里万事万物总是相对的 美与丑 善与恶 自由和羁绊 有时自由没有根 也会成为一种 没有方向的空虚和孤独 而来自家人的羁绊 有时也会是力量的根源